竟然就突然之间活生生的人就离开了我们 昨天大家有去他的火化场呢很特别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火化场 昨天这个火化场呢是一进大门了 就发现所有的四面墙壁加上所有的空间呢 都有很多很多的罐子 罐子呢是五颜六色各有千秋 什么形状都有 然后什么材料都有 不像我们台湾的很多的罐子呢 多半都是什么陶瓷的啊 或者金银的啊 它是什么材料都有很特别 而且呢都是各墙壁东西南北加上中间的罐罐呢 都用玻璃一格一格的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我们当中有人讲 牧师老我好怕这个赶快跑 因为呢阴气四散 弟兄姐妹们 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么一个会游泳会下棋的人 他已经在美国就他所说 他通过了文化的考试 因为他准备开车 我们叫比试 他叫文化考 这是不是中国大陆用的啊 文化考 他呢马上就要入试了 入试完之后呢 他就可以开车上班赚美金了 好开心啊 好有盼望啊 结果呢 63岁上个礼拜一下午就这样走了 然后呢 可能可能明天呢 他就要被焚化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罐子 一个空罐子 一个罐子 难道这就是人生吗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大爱 让人生的结局就是一个罐子 还有一个盒子吗 弟兄姐妹们 你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警醒到 我们的生命 随时有可能像他这样走呢 黄泉路上不分老少 那天我们去到太平间的时候呢 那个兵库啊 兵库 几个兵库 他写的是什么 infant 什么叫infant 婴儿 还有写的是 刚刚生的 有些 兵库是为 刚生的 还有婴孩做准备的 请问如果你去墓地的话呢 你随便眼睛一看 是不是有很多 怎么样 三岁的 五岁的 十五岁的 二十岁的 二十七岁的 多不多 有 非常非常多呀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预备好呢 你有没有帮助你的 丈夫妻子 帮助你的父母亲儿女 随时预备好呢 你到底 要如何做选择呢 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 请回到大章 耶稣先讲说 你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呢 耶稣基督为你预备 因为他是好牧者 他要让你一无所缺 但是呢 人常常饥饿 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涸 不是因为没有水 乃是因为 你没有得着上头来的 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粮食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要满足你 灵魂体要满足你 然后呢 我要光照你 让你在世界上 的确能够成就一番作为 轰轰烈烈 对不对 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呢 耶稣基督知道 江湖险恶 耶稣基督希望你能够在门内呢 好好养精蓄锐 在门内呢 好好跟主合而为一 然后呢 靠主去争战 靠主去得胜 但是呢 人常常 还不到时候 就想要 自己开门 听懂吗 出去闯到江湖 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 耶稣是门 他挡住魔鬼 可是呢 你自己要开门出去 耶稣如何 尊重你的自由选择权 因为耶稣尊重你的自由 等于尊重他自己 因为自由是上帝本身的属性 他不能违反他自己的属性 所以呢 当你出去之后呢 遇到了危险 甚至呢 死亡临到你 耶稣说什么 我是好目人 我为你舍命 但是呢 我复活了 为什么我复活呢 因为我本身就是生命 生命一定战胜死亡 弟兄姐妹们 你到底要信谁 你还是随随便便 马马虎虎来 看待这样的信仰吗 你要趁着 还有一口气 还活着说呢 好好的来 亲近耶稣 好好的来认识耶稣 好好的把这生命之道 向你的家人 向你的同事呢 清楚的介绍 所以呢 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然后呢 耶稣有一个简单的总结说 这就是你要选择的道路了 唯一的道路 不要再听信别人 东讲西讲 让你呢 拿不定主意 以为呢 什么宗教都对的 爸爸就一个 上帝就一个 救主就一个 所以呢 耶稣说什么 I am the way 我就是这条路 今天如果想去永恒的天家 今天想要回到阿爸天父的家 有其他路吗 没有 没有任何路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那条路 我就是那条路 对你旁边讲 耶稣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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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是真理了 听懂吗 从耶稣的第一个自我介绍 一直到 第二三四五六 耶稣总结了 这就是你要选择的路 这个就是真理了 没有其他的真理了 真理是绝对的 真理是完全的 真理是独一的 唯一的 你不要再贫信任何谣言 不要再上任何欺骗搜 只要信耶稣 你就选择了 正确的道路 所以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然后呢 这条路是生命之路 这个真理呢 是生命 真理不是只有符号 真理不是一个意思的形态 真理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真理乃是生命 哈利路呀 普天之下 只有耶稣 祂是真理 祂是生命 你怎么证明呢 因为祂死后复活了 所以呢 你没有任何怀疑可言 听到吗 面对这样的一位 是为你死 为你复活的 还要为你再来的 救主 耶稣基督 你不信靠祂 不跟从祂 请问你 跟从谁呢 求主连弥我们 求主连弥我们 接下来耶稣 第七个字我介绍 犹太人呢 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对不对 代表耶稣基督 已经呢 像世人 像你我他 完全的启示了 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信仰 七 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言下之意是 所有的葡萄树 都不是真的 听懂吗 约翰福音告诉了 我们很多很多的 真和假 耶稣基督 希望你能够 真信祂 希望你能够成为 真的门徒 希望你能够得着 真理 得着 真自由 希望你呢 是紧紧的连结在 耶稣基督的 真葡萄树上 葡萄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水果 一粒一粒的 非常非常的 圆论 丰满 然后甜美 而且营养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葡萄呢 也很特别 因为这棵树呢 最不像树 听懂吗 树 常常可以自己 顶天立地 可是葡萄 如果没有 葡萄的 支架的话呢 它今天就很难 结出串上葡萄 所以呢 葡萄需要有支架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奥秘 需要我们继续去 领会去思想 但是耶稣很清楚说 我是 真 葡萄树 这里强调的是 你与耶稣 一定要有 健康的 正常的 每一天的 生命的关系 葡萄 支子 不能 离开葡萄树 离开 葡萄树的 支子 请问 有何价值 和用途吗 当财烧 都没用 葡萄 支子 本来应该要 结出葡萄果子 结果呢 因为不结果子呢 就要被 修剪掉 然后呢 就当 当财烧 所以呢 葡萄枝子 和葡萄树呢 它的关系 和连结呢 是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不能够 间断 不能够停止 你懂吗 所以 你 如果 真信耶稣基督 你就必须要 每天 早晚 时刻 分秒 与 主 连结 对其 亲近他 读经 祷告 读经 祷告 咒识 夜想 咒识 夜想 道 也者 不可 虚于 离也 这个真道 这个生命呢 是片刻 不能够 离开他的 所以基督教呢 它不是一个religion 它是一个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 是一种爱的关系 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是一个要互相连结的关系 弟兄姐妹们 透过这句话 耶稣说 我是真不较出 代表耶稣基督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盼望 耶稣基督希望 你的生命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 能够生出串串的葡萄 去供应你周遭很多很多 饥饿和干渴的人 耶稣基督希望你的生命 能够经由葡萄 被十字架的亚酒池 兑付之后呢 葡萄要酝酿成美酒 让你周遭的人 闻到你的分方 基督的心香之气 一个杯子啊 大家看到 一个杯子啊 如果呢 我用水倒满了杯子 我一不小心稍微摇晃一下 或是别人呢 把我绊倒了 请问这个杯子倒出去的是什么 水 是水 那如果这个杯子呢 装的是牛奶 我不小心摇晃了 你呢把我撞倒了 那杯子流出去的是什么 牛奶 那如果这个杯子呢 装的是茶叶 流出去的是什么 茶叶 那如果这个杯子呢 装的是人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族温柔节制 倒出去的是什么 人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族温柔节制 可是呢 我们有好多好多上教会的人 好多好多人 所谓的信主受洗的人 好多好多的人 所谓追求灵恩的人 他的杯子啊 一倒出去的时候 是什么 是苦毒 是恼恨 是争敬 是 邪情 私欲 是仇恨 是污秽 动不动就 肝火上身 动不动就 大发脾气 动不动就 怒法充奋 常常 是信主 年子久的人呢 会 会责怪那些 信主一两年来的人 哎呀 你这个人没生命 没生命 和信主 才一两年的人呢 更会怪这些 你上教会 三四十年的人呢 你也没生命 互相责怪 彼此都没有生命 请问 到底谁有生命呢 到底谁有生命呢 都没有生命 弟兄姐妹们啊 有没有生命 就从这个杯子 一试就知道 你的生命是什么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神非常爱你们 常常就为两个个性呢 的确很不容易相处的人呢 把你们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干嘛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怎么样 互相摇晃 互相碰撞 希望能够摇出什么 希望能够摇出 人爱喜乐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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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结果摇出来的是什么 死则定罪 谩骂苦毒 请问你信主的两年 二十年 灵命在哪里 灵命在哪里 还自以为 有多少的 侍奉的经验 那到底灵命在哪里 需要求圣灵光照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啊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心中的水果篮子 如果我们心中的水果篮子 是常常让内住的圣灵 和降在我们头上身上的圣灵 浇灌充满的话呢 我们心中的水果篮子 是什么水果 大家再念一遍 圣灵酒果是什么 人爱喜乐和平 人爱恩慈 良善性质 温柔节制 是这么 这么香甜的 芬芳的 可口的 爱 如果今天碰撞之后呢 你流露出来的是爱 是喜乐 请问你的室友 请问你的同事 请问你的客户是如何 自然而然就信耶稣了 听懂吗 听懂吗 我们今天就怎么请人 都请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呢 在老板 做老板没有老板的 样子 做员工呢 没有员工的样子 如果你真正 连结于 真葡萄树的话呢 你的生命就是什么样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 芬芳 新香 甜美 荣耀 圣洁 喜乐 请问 请问 你今天的生命 流露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 约翰福音十五章来 多看几句经节 弟兄姐妹们 所以当你呢 跟同事之间 有碰撞的时候 有碰撞的时候 当你呢 跟 室友 有冲伏的时候呢 是神的爱呀 你晓得吗 我一直提醒大家 是神的爱 神的爱 你要被碰撞出来的 不是血气 不是脾气 你要被碰撞出来的 是什么气 基督的心香之气啊 那才代表你真信耶稣 那才代表你有生命啊 不然的话 你的生命都是假的 不然的话呢 代表你是不化名的 所以耶稣 路将 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什么 大家看到 耶稣希望我们 连结在树上 然后呢 希望我们真正成为门徒 十五章大家来看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生命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 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我继续 你们药 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他就像姿子 都在外面 不干 人实习来 仍在我里上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但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如何知道你是真门徒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结什么果子 酸的 苦的 辣的 臭的 咸的 害人 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呢 你一说的话 不但羞辱上帝 羞辱自己 还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呢 你到底是结什么果子 主耶稣希望 你能够天天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与 耶稣连结 连结 连结 一分一秒都不分离 然后呢 好好的 被圣灵充满 好好的呢 被耶稣管制 好好的呢 能够因着 与耶稣基督住在一起 然后呢 果子 不是结上去的 像圣诞树一样 是结上去的 果子是怎么样 是生出来的 当你有耶稣的真正生命 当你真正信主受洗 你自然而然就生出了一个 光明的果子 生出了一个圣灵的果子 别人跟你碰撞 别人跟你摇晃 出来的是什么 不是酸的 不是臭的 不是咸的 不是辣的 不是苦的 不是毒的 出来的是什么 像基督一样的 像基督一样的 当你能够结出 这样的果子的时候呢 请问 你的家庭 请问你的公司 是不是要归荣要给神 是不是这样子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主说 我吃真葡萄树 上帝希望 借着你 能够结出 串串的葡萄 不是只有一颗葡萄 是一串一串的 而且上帝希望 这一串串的葡萄呢 乃是被压榨 被践踏 最后呢 时间一到 要成为一桶一桶的葡萄美酒 越沉越香 一直到建筑面 然后交给神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你越被碰撞 越被践踏 越被压榨 代表上帝越 爱你 对你旁边讲 上帝越爱你 你要被压榨 你要被碰撞 你要被践踏 但是呢 是发出臭气 还是发出毒气 还是发出酸气 要发出什么气 香气 那才叫做 那才叫做 被主看中的真葡萄 你是真门徒 就一定会有真葡萄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这么宝贝的 七个自我介绍 是何等的光照我们 主啊 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说 我是真不着述 还是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与耶稣连结 我们也可以一样的 结出像耶稣一样的 果子出来 无论言语 无论行为 无论工作 无论侍奉 我们都可以结出 那个香甜的 芬芳的 葡萄的果子出来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 你容许 许多人与人之间的碰撞 目的 还是提醒我们 我们到底 有没有会修剪 我们到底 是不是被训练 管教 成为真门徒 圣灵呢 求你继续来 管制我们 圣灵呢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住在基督里面 住在葡萄树中 能够生出 葡萄果 结出葡萄果 一串又一串 丰丰富富 圆圆论论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随听我们的祷告 放耶稣基督宝贝生命 明天 明天